大家好 我是老黄 我今天收到一份邮件 我很高兴 我把它给大家念一遍 题目是 我也来到 德国了 黄先生您好 我是您在中国 国内的油管 观众 我在几天前也在德国 法兰克福跳机了 被德国海关接收了 在机场附近 住了两天后 被送到 德国的一个某某某地方 我就不说名字了 我不清楚在这里需要待多久 在国内漫长的 忧虑和焦灼中 无意中看到了您做的视频 她们确实如同幽暗恐惧中的一线光明 给予我勇气和力量 我是女性 而且年纪很大了 英语 因为多年不用 基本上只能说一些简单的单词和短语 但是我最终愉悦种种自我否定 还是走出来了 你不用担心你是女性 也不用担心你的年龄大 如果你在德国 或者在英国 或者在西方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真正被批准为奈民 那么你刚才说的女性也好 年纪很大也好 语言也好 这都不是问题 而且你会活的比在中国更有尊严 这也是你意识到的问题 好 下面你继续说 我相信您帮助了和将继续帮助不少觉醒的人们 我想国内那些因为对生活彻底绝望了 选择亲生的孩子们 他们如果知道还有这样一条路 能够有尊严的活着 他们会坚强和勇敢一些的 但是他们被蒙蔽被管控 他们不知道世界真的很大 真是太可惜了 冒昧冒昧联系您 还期待能够得到您的一些指导和帮助 您的专业意见和建议 我相信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在有一期节目中 你在回复某个 莫尼黑跳机的男生 说有在德国建立民主党分布的意向 我也有加入的意愿和期待 这也是我能够留下来的希望 所以如果有可能 请您费心考虑 将我们召集在一起 可以吗 期待您的回复 不胜感激 言不敬意 此字 下面我就不说了 他说 我还是很开心的 我做视频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能够帮助那些在国内 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或者宗教信仰 而受到中共独裁政权的迫害 最后能够给他们指出一个方向 点亮一载明灯 让他们跑出来 我认为这就是我做视频的最终目的 那么在这里呢我就要谈一下 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下 在海外建立民运组织的问题 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刚才提到的那位小伙子呢 他呢后来没有再跟我联系 我找找看 我也不知道他的邮件还在不在了 嗯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嗯 根据 因为我经常收到邮件 他们都有这种想法 包括 嗯 如果那位新西兰的朋友 你说你要入党 啊 你也有意 那个 成立组织 等等的这些 啊 包括以前冰岛的什么的 还有西班牙的 后来都没有消息 总之 我还是以前那个态度 如果你们 能够汇集三人以上 我愿意到你所在的国家来帮助你 但是我所理想中的民运组织 最好是 嗯 既有信仰 啊 又有经济实力 嗯 那么我知道 成立这个民运组织 对 从国内出来的人呢 最主要的 就是一个 利益 也就是说难民身份的问题 因为你通过这条路呢 能够加强你的可信度 啊 嗯 嗯 这样子回去有危险 所以很多人他走了这条路 嗯 但是呢 管成立一个组织 啊 管挂一块牌子是不行的 要有很多的后续工作 比如说 街头抗议活动 啊 会议 召开会议 在新闻媒体上啊 这个 发表自己的言论 等等的 也就是说 你管有一个 参加一个组织啊 嗯 那个或者你自己成立的组织 太简单了 有很多工作 一定要 呃持续的去做 这就牵涉到了 精力 还有你的个人能力 还最重要的 那就是经济实力 当然了 你说我一点实力都没有 就就这么弄一下 也不是说不可以 包括很多人 他都是孤胆英雄 彭立发 国内的那个彭立发 四通桥 勇士 对不对 他们有多少经济实力 也没有 他一样可以在大桥上 搞活动 但是 你如果做的不够 力度不够的话呢 嗯 移民军未必 会对你这个组织 看上 就是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嗯 这一点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 嗯 如果你是由于切身利益 你要参与民运组织 或者成立民运组织 一定要有一个规划 啊 一定要有实力 但这个实力 其实并不需要很大的经济实力 除非啊 你想把它搞得很大 啊 能够为自己 啊 怎么说呢 这里我就不说了 呃 这就是我今天想谈的问题 呃 那个 我想今天的视频我就做到这里吧 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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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